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梁秋玉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华人从刊 那这个月呢是报税的月份 也是联邦政府发矿纾困金的这个月份 那么我们刚好请到了国税局RS的 纳税人辩护服务处的经理张宏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跟大家解答一些有关税务的问题 Robert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这个联邦政府为了 因应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呢 正在发放这个纾困金 那大家已经从4月15号开始 好像陆续已经开始收到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 现在还那个direct deposit就直接转账 也没有收到 所以有很多的问题 那你可不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好的 大部分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比如说有社会安全码 非受抚养人 AGI调整后总收入在一定范围内 和政府遗用您的讯息者 例如银行账户资料或地址 这些纳税人将会自动收到补助金 如果您还没有收到补助金 可到IRS.GOV 或者是IRS.GOV的中文网站 Chinese 或获取我的补助金连结 给 my payment 查询相关信息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昨天我刚好也报道了一个消息 就是有关 为什么这个纾困金 纾困金有人收不到的问题 那你从国税局那了解到的情况 是有哪些因素 可以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现在第一阶段 据我的了解是说 这些纾困金是以先发放为主 那后面录据的各种不同问题的话 这方面我还没有收到相关的资料 可是一旦有收到这些资料 我会跟您联络 然后看看这些相关事情 是否可以跟大家解说 那更好的方式是 IRS.GOV 一旦有新的消息 这个一定会是po在 这个国税局的网站上面 所以这也是主要的 纳税人应该 这个去国税局的网站 去获取相关的资料 所以即使没有申报过 就是过去2018 还有或者是2019年 都没有申报过的人 也是可以领取的对吗 他们也是有办法 就是在那个国税局网站上 做一个新的登记 也可以拿到 是的 这个让我解释一下 如果是符合资格者 如需申报2018年或2019年的税表 然而没有申报 这个补助金会暂停发放 直到报税为止 符合资格者如不需申报 例如领涉安金的 或者是残障金的SSDI 或者是撇入退休福利者 不需报税 这个就能顶到补助金 那国税局的这个网站 它上面确实是有一个连结 那也是在irs.gov 这个上去网站的话 左边第一个连结 就可以这个输入 这个纳税员的银行账户 或者说是他们其他的资讯 让国税局有最新的资讯 可以发放这笔钱 那我也要就是跟大家 就是提醒一下 这个这种输入金 或者是任何的这种 这种发放 最近是有很多诈骗 那国税局通常是 这个是不会打电话 给纳税员去要求 要各种不同的资料 或者是要求您要做什么样的 这个其他的动作 这些都不需要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这种就是麻烦 就是到国税局的网站查询 它上面有很多的 这个问题还有答案 然后从这个方面来下手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国税局现在已经把 报税的日期 今年报税 就是报2019年的税的日期 延长到7月15号 那我想知道 如果大家还没有申报2019年税的人 是不是就会比较迟拿到这个纾困金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政府会根据我所知道的 这个国税局呢 它如果没有申报2019年的税表 它会利用2018年的税表的资料 来做一个判断 所以2019年的税表 据我所知 这个不影响纾困金的发放 好 那就大家应该放心 只要你2018年有申报 那还是应该可以 照常拿到这笔纾困金的 好的 那我们讲到这个报税 那现在就是说 截止日期到7月15号 那如果你补交税款也好 也是到7月15号对吗 是的 是的 好的 那就是另外 就是 虽然联邦国税局 他把这个日期延到7月15号 那我要请各位观众也要注意 就是说 您在的州 每一州他们有可能不同的申报日期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并不是全部的日期都是延到7月15号 国税局的联邦税是 那州的税呢 这个每一州可能是不一样的 哦好 这个提醒的也不错 对 因为是联邦税跟州税是分开报的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自己所在州 州份的那个税务的截止日期 好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 想知道一下 就是我们在报完税务之后呢 有些人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麻烦 那么现在就是 你们所在的这个机构 叫纳税人辩护服务处 那你们可不解释一下 你们的机构所做的工作 好的 我们是一个我们是属于政府机关 纳税人辩护服务处是国税局内的一个独立部门 也就是说我们跟其他的部门处理税表 客服 查账 收税 刑事调查等是分开的 那我们主要的工作有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必协助纳税人公司及个人与国税局间解决他们无法自行解决的税务问题 以及建议预防相似对纳税人不利的问题发生 也就是说我们一部分靠协助纳税人来研究来考证问题的源头 然后对症下药 好 那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说就是我们报税后通常会遇到哪些问题 你以往处理过什么样的个案吗 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这样比较清楚 好的好的 例如说像纳税人报完税之后税表递交了 但国税局因为某种缘故或者是五花八门的原因 这种无法处理 那第二个退税下不来 可能因为数据比较 或者说有些人他之前是使用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然后刚好那一年收到正式的社会安全号码 那这样子的话 这种可能就是比对上面有问题的话 会造成退税下不来的原因 那还有因为欠超过五万三千块的税 又没有与国税局协商出偿还计划者 这个会造成无法申请更新护照 或者说收到国税局查账刁难 罢款抵押 征收等等 这个都是这个报税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再跟大家台报税的消息 欢迎回来我们的华人从刊 那今天的主题 我们主要是讲与报税相关的消息 那我们请到的是与国税局有关的 纳税人辩护服务处的经理张宏张先生 那Robert好 那我们继续来聊一下 我们也想知道一下 虽然我们每年都报税 但我们到底有哪些的权益呢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 纳税人的权益大概主要有十条 我很快的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 第一条是被告知的权利 第二个是获得优质服务的权利 第三个是不支付超过正确税额的权利 也比如说你只要欠100块钱 你不需要付101块 质疑国税局立场和申诉的权利 对国税局决定提出上诉的权利 终结的权利 隐私和保密的权利 取得代表的权利 享有公平公正税务制度的权利 为什么这些权利至关重要呢 因为在早期国税局呢 它虽然有这些权利的条文 可是这些都不在它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税法里面 所以国税局它可以 只是把这个来当参考 那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 这个透过我们的部门 跟与国会的合作 然后以国会的认可 这个国会把这个十条这个权利呢 把它纳入 在我们的税法当中 那这样子的话 由我们的部门 来协助处理 这种 各位的这些 这些 案件时 这个是非常 这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因为当国税局违反了这些 最基本的这些权利的话 这个会让这个 各位的这些 以难杂症 这个获得更 更好的结果 好的 那我们 纳税人 作为纳税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找你们这个 纳税人编户机构来 帮助或者是 而且这个服务 是不是对大家来说 都是免费的 好的 这个我大概也是跟 这个解说一下 如果纳税人 无法通过正常的 国税局的管道 来解决税务问题 就代表说 纳税人应该要先试的 去跟国税局 解决他们的税务问题 当这个桥梁行不通的时候 那些纳税人 可能有资格获得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服务范围 主要有财务困难 例如国税局问题 导致经济困难 或重大费用的纳税人 或者是系统性的延迟 超过30天 或国税局完全没有 按时回应 的相关的 相关的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的帮助 是免费的 如需填写报税表格 及其他相关问题 申请 报税申请者 可以向 这个免费报税服务中心 拜托或专业会计师询问 如果纳税人只是 不喜欢国税局的决定 这不在我们的范围内 好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纳税人找到你们了 你们是怎么样 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这个纳税人呢 过往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一旦这些争议符合我们立案的标准的时候 那我们会帮助这些纳税人立一个案件 会有专人负责 定时的反馈资讯 直到他们的问题解决为止 那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 我们发现 这种退税下不来 其实这个问题后面有五花八门 可是其中一个问题是 我们英文称为pre-wage refund后 也就是说在早几年前 国税局处理的方式是先发放退税 后比对这个W2的表格 或其他的第三者的这个 这个设计的这些表格 它这造成大量的错误 最近这几年国税局系统 增加了许多过滤工具 尝试降低这个挫发退税的 这个失误率 可是呢 这个 应该怎么说 任何东西跟W2跟税表有出入 或1099表跟税表有出入的话 这种通常是国税局 它是不会发放它这个退税的 那一旦这个纳税人被这个过滤工具 这种选中呢 这个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没有办法得知是应该需要等等 或者是采取这个更过的行动 那我们的部门是希望说 等纳税人可以报完税之后 可以等四个星期 修改税表去等16个星期 如果国税局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退税的问题的话 那纳税人可以请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电脑 我们可以看得到国税局电脑的资讯 看看说是哪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假如已故的长者 退税是下不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账户会先被锁住 那他们的这些 他们的退税需要先文件验证 解锁账户 然后处理退税 所以在这个已故的长者的这个问题 是需要比较长时间来做的 那纳税人辩护服务处主要的责任之一 就是纳税人可以获得这个暗时的退税 那第二个第二项是申请扣理或退税 申请的期限一般是从原本的申报日期 或报税日期 报税截止日 如果您申报的日期是 其之前起的前三年 或缴纳税金的时间来算两年的话 以较迟的日期为准 有些纳税人他会等到这种退税要期限 的最后一天才寄出申请 通常国税局会晚几天收到这些信件 然后可能会错误的拒绝 这些退税的申请 如果纳税人无法证明哪一天寄出退税申请 那退税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纳税人可以证明哪一天寄出退税申请的话 那葛事殿Tax Pay Advocate 那通常我们希望是说当你邮寄这个税表的时候 可以用可以有tracking可以追踪的方式来证明说你是哪一天寄出的 好 然后那第三个常见的是第一收入加平福利优惠 EITC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这个福利优惠可以提供高达6,557块的这个Tax Credit 可是因为有些纳税人他申请了这个Credit 那因为国税局他需要更多的符合资格的文件 像比如说像relationship关系 申请者跟这种dependent抚养者的关系 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居住地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可能国税局他们会要比较多的资料 所以当纳税人假如说已都寄出这些资料 国税局拒绝这个Credit的话 可以致电我们的这个部门 然后那我们可以帮您看看说到底是什么因素 那有那我们的成功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所以这种当国税局拒绝 千万不要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了 可能有时候不是因为国税局 可能没有没有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因素 造成这种错误的拒绝 无法第四个是无法申请更新护照 很多大税人他们可能不清楚说 只要欠国税超过五万三千块的税 又没有与国税局提出这个付款计划的话 或者说其中申请其他的这种 像这个折中付税提议 offering compromise 他们可能无法申请护照 那有些大税人他会觉得说 这个他们先让他们的欠税 降低于五万三千块来规避 这个是行不通的 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方面 假如说无法处理这个 这个跟护照 这个欠税跟护照有关系的这个问题的话 也可以致电我们的部门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的华人从刊主题是讲 关于报税还有纳税人的一些权益的问题 那我们请Robert继续来告诉我们 这个纳税人服务这个计划下面 还有提供哪些的相关服务 我想跟各位观众提一下说 如果您收入有限 这个纳税人编户服务处 它下面有一个叫 第一收入纳税者服务处 这个low income taxpayer clinic 你有可能有资格可以获取他们的帮助 他们主要都是这个非盈利机构或者是university的这个law school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资格的机构 他们可以提供您上述折中方案到税务法庭抗辩的这些种种的不同的这种服务 这次免费的服务提供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们可能只是收相争性的费用 那离这个湾西最近的 这个low income taxpayer clinic 第一个是新巧中心 他们的电话是415-4212-111 第二个是justice and diversity center 这个是在San Francisco的律师协会 bar association下面他们的电话是415-782-8978 第三个是uc hasting 他们的email是tax at uchastings.edu 没有空格的 好那么还有这个好像是免费的877的电话 或者local的电话 然后还有网站可以联系查询这些资讯对吗 是的 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877的电话可能没有人接电话 如果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用的话 那是人可以写 那个pass911的表格 可以到google去查询911的表格 传真到以下的 以下的传真号码 或者是自电给我们 我们的欧客人的传真号码是 855-820-5137 855-820-5137 他们的电话是510-907-5269 510-907-5269 San Jose的传真是855-820-7109 855-820-7109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8-283-1500 408-283-1500 或者可以到irs.gov 谢谢taxpayer-advocate查询 谢谢 好的 那我们最后就快进入尾声了 那你就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这个纳税人 辩护服务处的功能 对国税局的功能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好了 对国税局的功能 我们主要的功能 是主要是以oversight 然后来 主要是oversight 然后处理许多这种影响 纳税人大规模系统性的问题 以及向国会建议系统性的修法 修改税法来预防修正问题来写出纳税人 但我们在过去20年当中已经建议的60条税法 谢谢 好的那谢谢Robert张宏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税务的消息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